七级国王想捡自己心皮甲军 但他开出的招兵条件却让人沉默结舌 可以说是古往近来本所谓 那他奇特的招兵条件是什么呢 这样招来的士兵能打仗吗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侯利波护教授 为我们享受 抗国英雄七级光职士兵突击 中文字幕提供 发现了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七家军的影子 他制止了泄斗的方方 又说服了他们参军抗托 但是当监军赵大学拿到七级光开出的招兵简张后 立刻就傻眼 这个招兵简张太没人了 想当七级光的兵 那条件柯克道比选美还蛮 那么具备了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成为七家军的一员呢 这支新逐舰的队伍 他的战斗力究竟怎样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侯利波护教授 为我们讲述 抗国英雄七级光职士兵突击 这个七级光被义乌打群架的这个矿工兄弟们 深深震撼 说到哪找那么好的兵呢 七级光重力寻他千百度 总算找到他理想兵了 而这个义乌打群架的矿工兄弟们 也被七大将军说服了 不打架了 跟着七将军去打小鬼子 去战场上横刀立马 说谁最开心啊 义乌县令赵大和 不仅解决了长达半年之久的 这个义乌大泄斗事件 而且最让他开心的 是胡宗宪居然同意了七级光的请求 让他不用做这个天天操城的县令了 让他可以跟着七级光去做监军 所以七级光安排让他在义乌招兵 他是一腔热血 兴高采烈 开展了这个招兵工作 可等他拿到这个七级光 给他的招兵简章 立刻就傻眼了 赵大和看了几行就傻眼了 那么七级光在这个招兵简章里 到底提出了什么雷人的条件呢 幸亏说胡宗宪的幕僚 郑若征在江南经略这本书里头 这个文献里头 保留了这份招兵简章 我们有幸得见这份雷人的招兵简章 怎么个雷人法呢 是七级光在这份招兵简章里头提出了一个 四要和四不要的条件 我们先来看这个四不要 这四种人不要 不能招兵这个 根本不要 连面谈都没资格 面试都不能参加的 哪四种人呢 第一个 不要城里人 包括在市井间居住过的人 都不能要 为什么呢 如果这个城里人啊 见过市面 那么相比较农村人而言 有些滑头 他们的这个聪明啊 有时候 是非常精明的 但这个精明劲我们上次讲了 你去做商人啊 做这个文人都可以 但是当兵 并不见得是件好事 可见 七级光提出这个条件 是明显受到的那个原来他带的绍兴兵的刺激 对不对 所以城里人不要 第二个不要 不要什么人呢 不要在官府里头认过职的 为什么呢 七级光认为 这种人啊 因为在官府里认职 因为 在给官府当过餐 多少会受到这个 机关官僚作风的影响 所以这种人他不要 这两个不要 虽然绝对了一点啊 但心想一下 也还是有他七级光的道理的 对不对 但是接下来的两个不要 就让人大跌眼镜了 就让人想得通了 三不要 说是四十岁以上的人 和长得白的都不要 四十岁以上的不要 我们理解 可能年龄偏大了一些 利器 不如年轻人 但你说长得白的也不要 也是个否定的标准 有点让人大跌眼镜了 按七级光的解释 长得白的人啊 户外运动比较少 体力肯定不达标 当然了 这个不能怪七级光啊 那时候还没有遗传基因学 他也不知道 除了这个太阳之外 遗传也是这个决定皮肤颜色的关键因素啊 对不对 四不要 胆子特别小的 和胆子特别大的都不要 你说胆子特别小的不要 我们理解 怎么胆子特别大的也不要呢 按七级光的理解 胆子特别大的人啊 有心理偏激的倾向 会影响军队的心理健康 胆子小的也影响心理健康 不用说了 所以这两个都不要 所以你说按他这个标准 多难吧 什么人够格 这还只是四不要啊 我们再来看这个四要 要什么样的人 第一个 要标准的农民 光有农村户口不行啊 还得确实在这个田地里每天耕作的 第二个 要这个黑大粗壮 皮肉结实的人 说白了 现在长得下缘还得扛纵 三要 目光有神的人 四要 见了官府 还得有点害怕的人 你说这多为难人吧 你说目光有神的人 一般就是 有主见 有胆略的人 但是还要见了官府 有点害怕 就是你必须得有主见 你还不能忒有主见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 四要 四不要 符合着八个标准 多难吧 赵大和一看 这比找个许三多还难 是不是 那许三多 那只是三多 那四要 那也是许四多 是不是 所以赵大和很犯愁 七弟光说 你尽管去做 没问题 七弟光相信 这片神奇的义乌大地 这些神奇的义乌人民 不会让他这个胸怀 雄徒大略的七大将军失望 果不其然 就这么严格的招兵条件 说是赵大和 还是在义乌旷宫里头 招满了将近四千人 七弟光想要的兵招到了 但是这个时代的明军 已经远非当年 兵游子众多 难于管理 很多将领 对管理手下的士兵 都很头疼 七弟光却用一种独特的方法 训练出了后来 名震天下的七家军 那么 七弟光这个独特的方法 是什么呢 我个人非常 钦佩 甚至是崇拜七弟光 所以我总结了一下 七弟光的这个军事思想 可能不太准确 我个人感觉 用这四句话可以概括一下 叫建军需思想 谋略是保障 士兵是关键 武器是重点 首先那个建军需要 一种高屋建灵的思想 我们在讲 他那个练绍兴兵的时候 已经讲过 他远超那个时代的建军思想 对不对 现在不过就是绍兴兵 换成了义武兵 七弟光还是从他的七指导员 七政委做起 先给士兵开展 爱国主义 爱家主义和爱极主义的三爱教育 是不是 还有纪律训练 所以在良好的这个练兵氛围中 这帮义武兵很快的就上路子了 至于谋略是保障 这个主要是对将领讲 各级将领讲 七级光不仅重视练兵 还特别重视练将 所以他手下的将领 后来都能独当一灭 都是非常厉害 所以后来七级光死后 到了明朝万历年间 中日爆发朝鲜之战 那么明军在平壤和汉城 抗日元朝 到了关键的时候 还是七级光元朗那帮手下 这个独当一灭 最后把封城秀吉的十万大军 打回了大海上去了 第三个 这个士兵是关键 不用说了 我们从七级光练兵 选兵的这个过程 从登州兵到绍兴兵到义乌兵 这个过程 就知道他对这个士兵 是非常重视 这也可以说是他 治军思想的最核心的地方 可以看出来 七级光早在四百年前就认识到 人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高超的 至于这个武器是重点 这就要说到七级光的一个非常大的个人特色了 我们经常说 从中国武术史的角度上来说 七级光可以说是明白最杰出的武术大师 但是让我们奇怪的是 七级光这一身好功夫 我们却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学来的 对不对 包括七级光自己的文集里头 甚至是他的儿子 给他写的这个年谱里头 都没有提到 七级光这一身好功夫是哪儿学来的 所以 只有一种可能 什么可能呢 就是说七级光这一身好功夫 这个武术大师 不是像某一个人学来的功夫 就像杜甫讲的 他是转译多诗 是武诗 对不对 据七级光的字述和民间传说说 你比如说他到了浙江之后 曾经跟余大游学过棍法 余大游还把自己写的一本武林秘籍 剑经 所以送给了七级光 很多人据此以为 说七级光跟余大游学的是剑 其实这是个误区 余大游这本剑经 它是武术的合集 里头什么都有 类似于葵花宝典 什么都有 内功外功各种兵器各种 都有炼法都有 七级光跟余大游学的其实是棍法 我们说过余大游的棍法 独步天下 连少林棍生都打不过他 对不对 所以七级光肯定跟他学最强的 学的是棍法 七级光的剑法跟谁学的 其实是跟谭伦学的 我们讲过 二战龙山所的时候 明军联军被打的 在夜门岭 被倭寇的伏兵打的大败 这时候谭伦 余大游 七级光 三路人马起到了中流抵住的作用 而且最终抵住了 没有惨败 那么谭伦一大游和七级光就是东南抗窝的三大名将 谭伦年龄比七级光大得多 但是两个人结成了旺年交 被七级光的好学精神感动 据说谭伦的剑法是家传的 祖传的 也是独步天下 所以七级光的剑法是跟谭伦学的 七级光特别有名的功夫 还有他的刀法 刀法跟他学的 我们隔两讲再说 有个玄念 但我们知道七级光来浙江之前 他的枪法和他射箭的剑法就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对吧 他那个弓箭的剑法 不仅在白天可以摆布穿阳 在夜晚就像装了夜市瞄准镜一样 还可以剑剑毙命 是可以扭转乾坤的必杀技 而他的枪法 在撑岗之战的时候 七级光曾经率清兵长枪队 大破窝刀 是不是 让余大游也看得非常震惊 余大游在撑岗之战中 看到了七级光的枪法 其实还并不是后来明镇天下的七家枪法 七级光虽然此时已经训练出了 鲸鱼枪法的长枪队 但他所传授的枪法 还没有到出尘入化的程度 而七家枪法的最终形成 竟然还和一个灵贯了毛笔的文人有关 这是怎么回事呢 所以有一次 明代唐宋太的大文侯 唐宋之 当时是兵部的一个祖室 然后到东南来作为特派员 来视察抗窝的情况 是个文人 是个大文侯 七级光听说了之后 就去拜访唐顺之 为什么去拜访这个文人呢 他自己是个武将 是不是 为什么去拜访一个文人呢 一是因为唐顺之 是明代抗窝历史上 著名的一个爱国志士 他对抗窝也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二是七级光听说 唐顺之 精善枪法 一般一个武将 要听一个文人 会枪法 我想一般人都会嗤之以鼻 就算不嗤之以鼻 也会不当回事 可七级光听说了之后 居然主动上门请教 说两个人 三杯两盏淡酒之后 唐顺之 还就被七级光打动了 居然就拎枪答应 夏场和七级光一较高下 一个是年纪轻轻的武将 武举人出身的武将 一个是将近五十岁的大文豪 两个人居然花间一壶酒 举枪有相亲 就较量起来了 我们一般人肯定会觉得 你说拎惯了枪的七级光 和拎惯了毛笔的唐顺之去比枪 你不是存心难为人吗 但是你别说 两个人一般较量下来 七级光没有半分轻视之心 他很认真的 把他这个压箱底的功夫都使出来了 可是一般教练 下来 五举人出身的七级光 居然输了 原来 唐顺之 也是个不是出的天才 这个人非常聪明 天重七才 天赋非常高 说他天文地理 一补阴阳 出类旁通 什么东西 一学就会 说他一次偶然的机遇 跟宋代杨家枪的传人杨松 学到了杨家枪的精髓 说他不过用了几天的功夫 太聪明了 就悟到了杨家枪的精髓 再加上他自己天重奇才 一发挥 所以他的枪法 居然 是当时最高水平 而两个人一方 比较下来 七级光输得心服口服 而唐顺之 也被七级光的好学精神打动 两个人结成了忘年教 唐顺之把自己所悟的杨家枪法的精髓 倾囊相受 一点都不保留 七级光正是在杨家枪法的基础上 改造创新结合自己的实战 才创出了后来明文天下的七家枪法 但我们说七级光这么学习 各种武器 各种兵器的练法 是不是他想当武林盟主 不是 他是为了要把武器技能传给士兵 七级光在他的绩效新书里头说 提到一个重要的观点 练兵之前叫 器械不利 以足欲敌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说不能掌握好武器 练好武器 叫士兵不能让他们练好武器的话 做将领的带着这样的士兵去打仗 就是把自己的士兵送给敌人杀 对不对 这是一个极其愚蠢的行为 所以他的学习是为了训练士兵 所以他学会了杨家枪法之后 他并不是满足于自己枪法多高 他还要不停的改造创新 在学会了杨家枪法之后 在创出七家枪法之后 七级光临机一动 做出了一项巨大的武器革新 他最有名的 七级光改造的最有名的一个兵器 叫做狼线 狼线最早的时候是矿工用了一种武器 七级光在义乌大蟹斗里头 看到矿工用过这种兵器 狼线非常长 头也非常尖 但和一般的枪不一样 头上有很多支支叉叉的横刃 横刃进可以攻道可以勾 但是比较笨重 不适合战场上用 但是七级光在学会了杨家枪法之后 临机一动改造了这种狼线 使他后来成为抗窝战场上 一个让窝寇非常头疼的力气 七级光在学会了杨家枪法之后 以为这就是他最大的收获 哪知道没过几天更大的收获来了 说唐顺芝出差出完了 要回北京了 临走前来给七级光告别 两个人望年交 唐顺芝当时很高兴 说能结识七级光非常高兴 而且他说 有了七级光 看来东南倭寇之乱 指日可平 天才说的话 有眼光是不是 看人也很有眼光 说完了之后 扶秀而去 临走前 只留了一本书给七级光 七级光送走了唐顺芝之之后 拿了唐顺芝这本书 是一番 是越看越高兴 越看越兴奋的 为什么呢 原来这本书 是唐顺芝这个天才 用医生的心血 写的一本兵书 叫五经 唐顺芝什么人 我们刚才讲了 花几天时间就能悟到 杨家枪法的经税 所以他用医生心血 写的这个兵法 那还得了啊 现在 唐顺芝的这本五经 在七级光心中 点亮了一盏灵灯啊 七级光突然悟到 要解决倭寇问题 要因地制宜 改变思路 才是最关键 在唐顺芝所留下的兵法中 有一个小小的政法 激发了七级光的灵感 这个政法的名字 还有些浪漫 叫鸳鸯政 七级光发挥 发展了这个鸳鸯政法 在鸳鸯政法的基础上 创造出了一系列的小政法 你比如说有什么三财政法 两一政法 但是七级光到最后 把这个系列政法 还是给他取名叫鸳鸯政法 可见七级光 七级光同志 还是很有版权保护意识的 对不对 所以在提高了士兵的体能技能 武术水平之后 在服以政法的训练 七家军的面貌 渐渐表现出 和明军各部队大不相同的面貌 七级光非常高兴 看在眼里 洗上心头啊 七级光在训练义乌兵的一年多时间里 倭寇基本上没有对江浙地区 进行大规模的清洗 以至于很多人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 但七级光知道 这仅仅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所以他抓紧时间练兵 要练就一支能打仗的队伍 但以往明军和倭寇交战 总是败多胜少 七级光练出来的兵 在关键时候 能经得起考验吗 说家境四十年 也就是公元1561年 在窝球的 这个日本窝球的统一指挥下 大约有两万多窝寇 在浙江突然登陆 这也是明朝自建国以来 最大的一次窝寇登陆 眼看着一场巨大的风暴 就要席卷江浙大地 一时之间 东南沿海是风声鹤唳 这一下朝廷 从自上到下都乱了阵脚了 胡中县也非常着急 忙着到处调兵 可七级光早有准备 一听到战况消息之后 七级光留了少部分人马 驻守各处关爱 然后带着他的三千七家军 一个不留 风卷残云 直奔 窝寇 登岸方向而去 我们说七级光的战略艺术 我觉得非常值得称告的一点 是他的战争思想 他在台州大战 开战之前 曾经上书胡中县 上书朝廷 主张什么呢 主张窝飞大创进坚 终不能重其再至 什么意思呢 就是对待侵略战争 一定不能执意 执意打跑他 打走他 打败他 以满足 一定要怎么样 大创进坚 要揭灭其 有生力量 说白了 不打残了 打废了他 那没用 他下回还来 是不是 所以他的 这个战略主张 非常高超 就是一定要 揭灭敌人的 有生力量 对于这个观点 胡中县 当然很支持 所以回复他说 当定力合适 当讨其重大者 然后以赐教徒 你说的对 不要分兵 就按你说的办 怎么能见面 他的有生力量 你就怎么做 切记光在得到 这个胡中县的指示之后 带着他三千精兵 听说倭寇在宁海登陆 一个不留 三千精兵 支奔宁海而来 由此 这个明代抗窝历史上 最有名的一场 泰州大战 揭开了序幕 七级光是一个 常于在战场上 使用谋略的人 但让人奇怪的是 在泰州大战的 揭目战 宁海遭遇战中 七级光却什么谋略也不用 率领他的三千七家军 和倭寇前锋 来了个硬碰硬的教练 七级光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个教练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以前我记得读史的时候 我觉得很奇怪 后来才想通了 七级光之所以在 泰州大战的揭目战里头 什么兵法也不用 就是想和小鬼子 硬碰硬的打一仗 来检验一下 他努力训练 努力训练出来的七家军 战斗力到底是什么样 那么这个硬碰硬的结果 到底是怎么样呢 说七级光带他的三千精兵 和倭寇一千多前锋 在宁海 狭路相逢 面对面相遇 遭遇战 我们说狭路相逢 勇者胜 所以小鬼子呢 小鬼子打仗是很彪悍的 很凶悍 况且他们平常接触的 明军队伍都属于 豆腐脑的性质 一碰就碎 是不是 所以一看到明军正规军 不用想按照往常的打法 全部攻击就可以了 吹枯拉有势的攻击就可以了 所以小鬼子这一千多人 张牙舞爪的就冲上来了 但是奇怪的是 七家军反倒没有什么动静 我们知道 七级光刚刚练出绍兴兵的时候 出狱窝寇的时候 那个绍兴兵发狠的劲 比小鬼子还厉害 是不是 结果 这个小鬼子喊杀正天 这个绍兴兵喊杀的更响 一下子就把小鬼子给压下去了 可这个 现在的这帮义务兵反倒不如 绍兴兵 面对着气势汹汹的 小鬼子 居然什么动静都没有 什么反应都没有 七级光看在眼里 很高兴 很满意 他知道 这帮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兵 那才是他要的好兵 他知道所有的士兵之所以面对小鬼子 一点反应都没有 是在等他的将领 文令而动的兵 那才是好兵 所以 说等小鬼子到了 几乎到眼前了 也就三四十步的距离了 七家军开始动了 七级光另齐一挥 七家军的队伍突然就动了 当然动也只是动了一小巷 原来整齐的队伍一下子变成了 三三两两的人一对一对的站着 在这个倭寇的眼里 在小鬼子的眼里就像 这对人突然害怕了 站不成队形了 所以突然站冲散了 所以他们就更得意了 喊着那个鸡里呱啦 听不懂的话 是不是 猛冲上来 其实啊 小鬼子不识速 他要识速的话 他就会发现这个三三两两的 站在这个队形里头 每一队都刚好是十一人 而且每一队的站法都一样 一模一样 这十一人里头啊 最前面中间是这个小队的队长 他的两边呢 是长牌手和藤牌手 是拿坚强的盾护住整个小队 同时他们还是标枪手和短刀手 他们负责在敌人攻击的第一轮 投出标枪 然后抽出短刀 准备和敌人近身厮杀 但这个准备也只是准备而已 大多数时候用不上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他们身后是两个狼线兵 那个狼线非常长啊 一伸出来 就可以把敌人绊在眼前 使敌人进退不得 而在狼线兵的身后呢 是四个精善七家枪法的长枪手 往往是一出枪 枪枪致命 在四个长枪手之后 还有两个手拿藤牌的短刀手 他们可以护住整个小队的侧后两翼 这个就是后来明文天下的鸳鸯镇 这种鸳鸯镇啊 你看啊 把长短和工坊 结合到几乎非常完美的地步 再加上队形又是极其对称型的 所以叫鸳鸯镇 水乳交融了 已经长短工坊 对不对 鸳鸯镇是七级光精心打造的阵法 但明海遭遇战 毕竟是鸳鸯镇第一次在实战中使用 而七级光精心训练的七家军 也是第一次正面和倭寇交锋 第一次上战场的士兵 和第一次应用于实战的鸳鸯镇 在战场上到底行不行呢 可惜啊 虽然这是明文天下的鸳鸯镇 在中国军事史上的第一次惊艳亮相 可惜小鬼子并不认的 不知道他这么神奇 不过他马上就知道 说在攻到还有十几步远的时候 这时候投枪手出枪了 他们都是第一轮攻击的投枪手 我们以前讲过 说这个七级光训练 他们士兵的这个投枪训练 要在三十步以外挂三个铜钱 连支三把投枪 要每一枪都扎在那个前眼里 不是人扎在前眼里 是枪扎在前眼里 那才算及格 所以三十步开外都能 投进前眼里 十几步开外 投个人眼那根本不成问题 所以前面的一排小鬼子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眼前一暗 哗倒了一片 后面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接着往前冲 已经到眼前了 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伸出一些 长长的支支叉叉的东西 就把他们给绊住了 这个东西非常麻烦 不认的 对不对 不认就有恐惧 推也推不回去 被他勾住了 所以小鬼子就很急 拿着这个窝刀 不批人 不砍人 先砍这个长长的怪东西 狼线兵的狼线 但是这个狼线经过七极光的改造 和加工之后 七极光早就预料到这一点了 所以他的这个枪杆 都是用那个竹子长竹子做 所以韧性很大 你窝口刀一下砍不断 这一下小鬼子这个砍不断 他理还乱 但就在他们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时候 那个后面四个 金战七架枪的长枪手出枪了 那七架枪独步天下 整个明清两朝 没人可比 对不对 那多厉害 只要出枪 基本上是枪枪锁魂 枪枪追命 对不对 所以就算有几个漏网之余 前后还有四个短刀手来 随便划了一下就解决了 所以面对这个 极其冷静的七家军的士兵们 面对这个杀伤力 无比惊人的鸳鸯阵 小鬼子也知道怕 莫名其妙的 是不是 所以剩下的小鬼子一看 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掉头就跑 所以宁海遭遇战 不过打了小半个时辰 就结束了 七家军 明文天下的七家军 明文天下的鸳鸯阵 第一次惊艳亮相 只打了小半个时辰 战斗就结束了 战斗结果实在让人出乎意料 甚至让七级光也出乎意料 宁海遭遇战 七家军 尖敌避敌 很短的时间 杀了小鬼子多少人呢 三百人 而七家军 无疑伤亡 说是就一个狼宪兵 这个藏玩意儿 训练平时不用功 大概是 不小心受了点轻伤 其他无疑伤亡 零比三百 零比三百 OK 是吧 太完美了 所以七级光 在这个战斗结束之后 非常高兴 但是高兴归高兴 他毕竟是一个结束的军事家 军事天才 他并不以仪仗的胜败 论胜负 不对 所以他虽然高兴 但却并不放心 为什么呢 因为情报显示 是倭寇的先锋阻力 在宁海出现 所以他才带七家军 迎着敌人的先锋阻力而来 可是一交手发现 小鬼子不过千把人 相对于两万人的大集团来讲 这千把人怎么可能是 沃寇的先锋阻力呢 这说明小鬼子 一定还有偷袭的方向 看来小鬼子很滑头啊 那么小鬼子 真正偷袭的方向 到底在哪呢 七级光正在皱着眉头思索的时候 突然叹马来报 说星河方向 突然发现大量倭寇 七级光听了心里一惊啊 不止七级光听了心里一惊 旁边那个监军赵大和 听了也心里一惊 刚刚战斗的喜悦 立马就没了 为什么呢 因为星河基本上是一座空城 没有什么守军 而且更关键的是 星河城啊 是魏所所在地 就是军分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 七家军的大量家属都在 星河城里 所以星河要是被打下来 那比打一场败仗 还影响士气啊 这可怎么办 已经远水救不了近火了 对不对 所以不止赵大和 所有听到这个消息的将领啊 大家都齐刷刷的调向 祖出来七级光 哪知道七级光一听这个消息 反倒不像刚才思索 小鬼子偷袭哪个地方那么紧张 说他哈哈一笑 既是星河便无忧义 那意思就是说 原来小鬼子偷袭的是星河 那就没有多大问题了 那么一座守备空虚的星河城 七级光怎么反倒放下心来呢 小鬼子又不是司马仪 就算你要唱一出空城记 那他也得听得懂啊 对不对 所以七级光凭什么这么放心 而星河保卫战又会出现 怎样的奇迹呢 请继续收看下集 谢谢大家 七家军在宁海阻击沃寇前奔 必敌三百 而自己无疑上万 这创造了明军抗窝的奇迹 但沃寇主席并不在宁海 他另有偷袭目标 而在七家军兵力空虚的星河城 却突然出现了沃寇的队伍 星河城危在大西 黄泽时一个女人站了出来 对这个人是在宁海阻击沃寇的地方 对这个人是在宁海阻击的地方 在宁海阻击沃寇的地方 也不如你来说 对这个人是在宁海阻击沃寇的地方